乌朗吉立委候选人黄定和表示 担任市长的期间 每年发行市政期刊 清楚向市民投家报告 宜然市一年来的发展和进步 最后一年将八年九个月的重大建设和城市发展 会整出版权力建设宜然起飞一书 相信每个宜然市民都有深刻的记忆 有时候如果工作这样做 你不能怕 算了算了算了你会怕 你不能晚上看到操作你就怕 晚上看到黑影你就开穿了 黄定和议员也是我们立委参选人之前 他担任过两届的代表 两届的市长两届的议员 这一路走来二十几个年头 我们可以看到说 他对于我们宜然县的整体蓝图的规划 还有整体的规划 不管是哪个地区的建设 他都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 那唯有如此到中央去 才有办法真正的需要 知道我们地方的需求在哪里 也知道如何向中央争取 所以我们期许他有这个机会 能够当上立委之后 能够大力的帮我们宜然来争取更多的建设 黄定和也质疑陈欧珀是故意视而不见 难怪游锡坤前院长也曾抱怨过陈欧珀委员 定和正庆 有目共督 建设第一人 最好的选择 一哈黄定和 宜然一天后 宜然新闻记者 赖福新采访报导